纳摩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神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作为大德不求 作为君士同修 请宣开经本 请看经文 离概清静 无厌待心 等心 圣心 身心 定心 爱法 要法 洗法之心 灭足烦恼 离恶趣心 就尽一切菩萨属心 具足成就 无量功德 得身禅定 足通明慧 由智七觉 修心佛法 肉眼清澈 弥不分了 天眼通达 无量无限 法眼观察 究竟如道 慧眼见真 能度彼岸 佛眼俱足 绝了法性 以无碍智 为人眼说 好 请看这一段 这还是第二十六章 菩萨功德这一章 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菩萨的功德 我们大家都希望了解大乘 佛法 菩萨道如何修行 在我们这部《无量寿经》里面 有三部分是介绍菩萨道的修行 第一部分就是前面的续 通续 余会的这些菩萨大士 他们参与法会 就有一大段 讲这些余会的法会 如何修菩萨道的 世线八项成道如何和诞 如来圣生法杖 跟众生如成效 这次爱见父母的关系 那么这是一大段 修菩萨道的一种 很好的开始 第二部分就是 阿弥陀佛因地 他发到大愿之后 游愿岛行 那个一项专制张言 净土 持戒六度 与众生广结法源 上求活到下法众生的过程 是菩萨道的精髓的内容 再就是这一段 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菩萨 自行化他的功德 对这些菩萨道的行持 我们敬业行人 都要消归自信 他对于我们 有莫大的亲切感 好 那看看下面 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 离盖亲近 盖就是有五盖 贪欲 惩恨 睡眠 调毁 怀疑 盖就是把我们这样的一个 真如亲近的佛性 这五种就把它盖住了 使我们的真如佛性 透现不出来 这个贪欲 主要是对于淫欲的 这样的一个质神 称恨 一念称恨 其百万丈门开 再就是我们昏沉 睡眠 以及妄想 杂念 纷灰 再就是对善法 尤其对不可思议的佛法的 深 深 深顾的怀疑 那么极乐世界的菩萨 都离开了这五种 所以内心就很亲近 这个离了五盖的亲近 就表输为下面的十一种心 无厌待心 就是他行菩萨道 必依众生这个过程 不疲不厌 没有丝毫的懈怠放逸 这就是他的精进勇猛性 这些都是亲近心的表达 那这个亲近心实际上 就是佛性的表达 那么也就是菩提心的表达 我们现在做点什么修行 为佛教 为众生做点什么事 我们很难发得起这个心 或者偶尔发得点心吧 碰到一点出责 人我是非 就容易退转 就容易讨厌 厌倦 这厌倦的心一上来 他就什么都不想干了 这基本上都是我们凡夫的心态 极乐世界这些菩萨 没有厌待心 就是无厌待心 等心就是平等心 这个是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 没有富贵贫贱贱的这种差别的对待的心 那么这个平等心就要去平等的救度 圣心就是这个心不是低烈的不是求那些用俗的 而是求精神品格的上升求无上佛道的 是朝上的心就叫圣心 圣心 就是他无论是发普心还是心普大道 都是用生切的心 圣心的心 圣故的心去做 圣心 定心就是得圣身禅定的心 再就是爱法 爱就是好要 好要佛法 喜欢去闻思修 爱法 要法 洗法自行 这个法就是真理 就是智慧 这些菩萨对法的这种 爱 要 洗的这种心态 那么 拂灭了贪嗔痴的种种的烦恼 乃至八万四千的成恼 灭出烦恼 把这烦恼灭除了 自然就离开轮回的这样的心形 就离开了五种恶趣的心形 那么凡夫的六道的心离开了 而朝向身闻圆觉菩萨乃至佛道 这样的一个以圣庙之心 求菩萨道的种种行持到究竟圆满的程度 究竟一切菩萨属性 不移一切地行持 你看这些菩萨一看这一句话 你就说 他是多么地去认真的 不疲不厌地 努力精进地 修一切善法 菩萨六度万份都究竟圆满 这样就具足成就无量的功德 在这种菩萨道的行持当中 他就得圣身的禅定 不是四禅八定 四间禅 也不是身闻圆觉的禅定 那么是大乘佛法圣身的禅定 在这禅定得到种种的神通 一般讲三明六通的智慧都具有了 这个通明 三明就是宿命明 天眼明 漏进明 还有圣身的智慧 都在有禅定就能开发智慧 三童六明都具足 游至七绝 游就是游入的意思 至就是安住 安心在七绝分 七绝分在小圣文教里面 会常常介绍到 折法绝分 精进绝分 喜绝分 除绝分 舍绝分 定绝分 念绝分 这些他通脏通别圆 极乐世界的菩萨 修七绝分 他在择法方面 能够了解 这些何为剑法 何为顿法 何为偏法 何为圆法 自会选择那些 磨合眼 跟一切种子相应的法 那么认清目标 精进努力 在这个修行当中 能够了知哪些是法喜 正确的法喜 哪些是不正确的 所以除绝分 在这种禅定当中 要简别那些趋向 正确的 这种禅定的觉受 而排开那些 引导到其他目标的 这种觉受 这些他都能够有致 那么这个七绝 实际上包含着三十七道体 用七绝分 来代表着 像四念处 四圣秦 四读一卒 八正道分 这些 也就是说 三十七道体 含着说 藏通别圆 大小称 所有的佛法 都能够有致 所以用佛法来修心 修念头 心 就是佛法的体现 修行佛法 佛法是这些菩萨 每天举心动念 行为造作的 唯一贯穿的参照性 这样就能得到五颜 肉颜 轻则 明不分了 明不分了 我们凡夫也有肉颜 但极乐世界菩萨这个肉颜 不是我们的肉颜 只能看到房间里面 不能看到房间外面的东西 也不能看得很远 那极乐世界入眼呢 极乐世界菩萨入眼 能够当下 当下能够把限量的 看清楚 很远的地方的 发生的事情 人物景观 都能够了了分明 障碍外面的 也能了解 这就是 肉颜轻则 迷不分了 那天眼通达 无量无限 就是这些菩萨的天眼 能够看到 过去现在未来 实此生彼 深深逝世的 这些情形 能够通达了解 而且无量节的这样的事情 都能够看到 这叫天眼 法眼 法眼就是了解 这个熟地 就是事物的差别相 用这个法眼来观察 对种种道的情形 种种众生的好要 根性需求 都能够究竟了达 这是法眼 慧眼 慧眼就是 玻璃智慧 见到主法的本质 就是它的空性 真如 慧眼 见真 就能够从生死的此案 度脱到解脱的彼岸 那么后面 佛眼具足 觉得法性 你看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 不仅说有肉眼 天眼 法眼 慧眼 而且它具足佛眼 我们一般战胆 一个佛眼 无眼圆明 了知一切 佛眼是 究竟了达 法界 一切势力 因果 性相 无所不知 不可思议的 这种功能 作用 智慧 神通 你看这些菩萨 都有做 佛眼 而且具足佛眼 所有的功德 就能 绝了 一切法的性 性向 体向用 那么既能具有佛眼 他用 是无碍的智慧 就为他人眼说佛法 这种无碍的智慧 也就是佛的智慧 那种法无碍变 意无碍变 词无碍变 所以我们看这些赞叹 那是对佛的功德的赞叹 这是在极乐世界的菩萨身上具有 于是我们体会到 这些菩萨身上 所具有的这些功德 全都是阿弥陀佛 把他果地上的功能作用 全体的授予 使这个菩萨具有佛的功能 好 请看下面 等观三界空无所有 至求佛法 具足辩才 除灭众生烦恼之患 从儒来生 解法如鲁 善知极灭因生方便 不心事与要在正论 修足善本 自从佛道 知一切法 皆其极灭 深深烦恼 二于俱进 闻圣生法 心不疑俱 常能修行 其大悲者 深远微妙 弥补福寨 就近一趁 止于彼岸 决断遗亡 会由心出 于佛教法 该罗无万 好 先看这一段 这些赞叹的语气 都是释迦牟尼佛转述的 释迦牟尼佛限量轻振 极乐世界一振庄严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这种转述 这种描述 是佛言所建的 不是依美之词的 那这个由释迦牟尼佛来描述 赞叹极乐世界菩萨的功德 这是让我们最为放心的 最为可信的 如果你让一个菩萨来赞叹 我们还觉得他不是太了知 佛他就究竟了知菩萨的功德 那么这些菩萨的功德 向我们介绍 是有含义的 我们透过这些极乐世界菩萨 功德的描述 他们的受用 那我们生其见贤施奇之心 生其心目之心 生其愿往生之心 只要我们成伴往生 我们就会跟这些 足上善人聚会一处 我们在阿弥陀经看到 足上善人只是一个概念 足上善人 但这些足上善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你这一段就告诉我们 足上善人是具有这些功德的人 而且我们去了之后 我们也能成为这样的菩萨 也能够拥有这些菩萨的功德 所以这就不是字面上的介绍而已了 一定要跟我们敬业修持 要挂上钩来 同时虽然我们还没有去 但是要用这些菩萨的 这种行持着略 来规范我们当下的修行 这些菩萨有平等心 平等心就是空性的心 一个人没有正道空性 他是不能平等的 叫做一向 一向是无向 无向是空性 他用这样的平等的心 来观照三界 我们现在首处的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个三界 对于我们没有出去的众生来说 它显得是那样的真实 但是三界是火宅 三界是牢狱 在这个火宅当中 我们随时被焚烧 在这个牢狱里面 我们不得动担 那么这是值得宴里的地方 这是祖父奴 要在这里拯救众生的地方 那这些菩萨 他也要关注三界 因为三界里面有众生 这些都是菩萨要救度的对象 他要观察这个 众生在那里的环境 是什么样的性质 那站在极乐世界的菩萨来观照 用他的平等的智慧性 来观照三界 空无所有 是空的 没有他的实体性的 是缘起无自信的 是我们捏力感召的 一个幻象 或者是一个噩梦 但菩萨知道 这是空无所有的 但是我们的烦恼没有断 我们的执着心还在这里 这个空无所有的三界 对我们有真实的低恼 真实的痛 所以这些菩萨 到我们这个地方救度众生 只要让我们众生了知 三界空无所有 我们就得解脱了 现在我们把三界看得是很真实 很执着的 这就在一念的迷雾之间 要让三界的众生 知道他的空无所有的性质 就得用佛法来解年去腹 破除之主 所以这些菩萨 为救度三界众生故 发大菩提心 来自求佛法 自求佛法甚至要广学法门 众生种类无量 所以法门失色无量 菩萨学无量法门 不是为自己 而是为度众生 因为众生无量度 所以一定要自求佛法 还要具足种种的殿才 能够把这个佛法 法义能够转法轮 转到众生的心内 转凡夫之间 为佛之之间 这要用变才去实施 那么用这个变才来传播佛法 其目的是除灭众生烦恼之患 我们的烦恼 见或失或沉沙或无名或 使我们就是一个病人 重病在生 没有一点力量 就是怯弱的众生 要用法药 佛法的法药 来除灭众生烦恼的病患 那么这些菩萨 就是从奴来属生 就是佛口生 佛法属教化 能够正入理解 如如 解法如如 就是能够切入到 主法的真如自信 如如 这种法性 一个菩萨度众生 一定从本源上 要了解真如法性 切入到实相 如果他在实相本体 不能有属了知 他想度众生的能力 是有限的 解法如如 并且善之极灭因生方便 就是教化众生 要有方便之法 这个方便呢 你的要从 众生的根基下手 一般你看 释迦摩尼佛 为什么先讲四圣地 其实佛最想说的是 魔和言 一称法 然而知道众生很难相信 烦恼重我直强 所以就从一称法开始 二称三称 先讲声文的苦极灭道 苦极是从世间的因果来说 你当下要了解你的苦 八苦 三苦 一百零八苦乃至恒河沙的苦 从这个苦当中去观照它的原因 这就是极地 由这个烦恼之因才能导致苦地之苦 这是世间的因果 那么同时要了解现象界之外还有一个灭地 那种极尽安乐 涅槃的境界 这是在生灭法当中 不生不灭的涅槃 这叫指点 那么切入了涅槃城就得有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道地 那讲苦极灭道 根据苏仆世界根基众生 都用音声来讲 因为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 耳根最立 就叫声闻 通过这样的音声 听闻 观照内心 观照世圣地的道理 断见识祸 这些都是应众生根基来试试的方便 这些菩萨都能够善知 那对于耳根最立的知道音声的方便 如果对意根很立的 知道法成的方便 对嗅觉很明的 知道味道的方便 所以这些门门都可以切入到法性的 这些方法 这些菩萨都能够善知 善巧了知 就等于他是一个医生 他的腰库里面有很多药方 应众生不同的病 他都可以找出一个药方出来 这些菩萨在他自立化他的过程当中 不心事语 就是不好要世间的这种言语或者学问 世间的东西都是用逻辑思维 他离不开对待 主科体 能属 生灭 这种演绎 归纳 分析 其要都是这些东西 所以这些菩萨由于内心很亲近 他是用一种智慧限量观照的 这种直觉把握到他的本质的体相用的 对这种逻辑思维的东西 所以说一分别识里面出来的都不好要 要远离 所以好要正论 好要正论就是这种窃向 窃如无上菩提的那种了意 真地 单刀植入的这些正论 比如主法的空性 真空妙语 这种菩提心 慈悲心 怎么开显楼来照 要在正论 这些其实对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启发作用了 我们一个敬业型人 也应该不心事于要在正论 一般世间人都喜欢世间的语言 包括世界杯来了 天天看世界杯的比赛 哪个国家提得好 非常投入 甚至球迷和球迷之间还要打架 哪个地方发生战争了 哪个地方经济改革了 世间的语言很多 你如果卷进去好像也觉得津津有味 但是你忘记了你的道业 世间的这些东西都是梦幻抛影的 都是戏论 不值得我们去耗贵更多的时间经历 所以我们的语言一定要放在正论上 可能我们对更高深的正论不是太屈辱 但至少我们对净土法门的正论可以商榷商榷 讨论讨论 沟通沟通交流交流 所以古人都对有首诗是谈到 道人来到道人家 一炷清香一杯茶 开口不说成熟事 深深淡沾白莲花 这也是他的正论 那么这些亲戚朋友一见面 就是东家长西家短 最近当了什么官 搞了些什么项目 发了多少财 儿子怎么样 孙子怎么样 又不又换了一个大房子 最近汽车 又买了一张什么汽车 这些他容易讨论着这些事情 一讨论起来 最近什么新的产品出来了 哪个地方是不是降价了 多得很了 这些我们尽量去谈这些话题 但是这些确实跟那个愿 性愿有关系 你有深信且愿 厌离舒服的心 你就觉得讨论这些 他自然的就会远离 自然就会远离 如果你的愿心没有 这个世间这些东西 你很吸引你 很有知味 就是世间法 你还没有放下 所以把这个不心事 也要在这种 作为我们这种口业的一种规范 那这个要在政论 拿摩阿弥陀佛六字弘明 就是大惊之王 与其说那些没有意思的话 倒不如老实念佛 但问题就是 我们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 觉得念佛很枯燥 讨论这些世间的事情 很有味道 这里面一定要有一个转化 要使得 讨论世间的东西 你觉得味同搅纳 一谈起这个极乐世界的问题 念佛的问题 觉得非常的好要 这是极乐世界菩萨 跟我们说的榜样 那么再就是修行 足多的善本 一切善行的根本 就是六度 六度是趋向 无上正能 正觉之正因 那么修这些六度善本的目的是自从佛道 自向推崇达到的目标是佛道 是成佛 修行一切善行的目的 不是求人天福报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醒 我们一定要把成佛作为自己一切 一切善行的最终的归宿 最终的目标 如果你这个目的价值不明确的话 你修一切善行 可能你就忘识了佛地心 忘识佛地心 这些善行可能会转向负面的东西 甚至是摩业 那为什么是摩业呢 你今天今生修很多善行 你没有自从佛道 他就自然地得人天福报 得了人天福报 第二生得人天福报的时候 你就迷惑颠倒 利用这个福报 或者大官的权势 或者大的财富 来造作恶业 造作恶业第三世里下地狱 这叫三世愿 所以自从佛道 一定是我们中心目标 自从佛道在我们净土法门的 一个具体的表达 就是一切善行都要 指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自从佛道 好 又能了知一切法皆其极灭 这些都是圣神的波约智慧 也是我们观照一切法的原则 我们这些法包括有为法 在生灭的幻想上 了解他的不生不灭的极灭自信 那这种智慧的穿透力 就能当下让他得到大自在 我们的很多的执着烦恼负面群势 是不了解一切法的极灭自信 那么这个对于一切法的极灭自信 大圣经典是不常常指典 这个禅宗原来有个禅盒子 他看法画经看到一句话 祖法从本来常知极灭想 他对这句话就是很难理解 很难理解就把这两句话 就作为他的参救了 就思维了 祖法从本来常知极灭想 他有一年赴南春天的时候 看到那个冬天那个桃花 包括各种树木都很干枯 春天一来 春天一来百花盛开 各种小鸟都有了 当下他看到这个情景 他开悟了 做了一个祭祀 这祭祀先把两句话放在前面 祖法从本来常知 祖法从本来常知极灭想 春来百花香 黄荫滴柳上 这个春来百花盛开的香味 和各种小鸟 黄荫 在柳树条上那种低鸣的声音 实际上他就对前面两个 常知极灭想有一个对应 这种充满生机活泼的春天的景象 当下他也是极灭想的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 这是波约 波约智慧的观照 我们有时候 冥想概念也知道一点 但是境界限前还是要死要活 还是情绪反应很厉害 所以我们好像表面上能看破 实际上没有放下有情绪反应 实际上就没有真正看破 我们常常会看破放下自在 这六个字大家都会说 有几个真能做得到 所以佛法它不是口头上说的 这些菩萨这个知是了知 限量它就可以切入到这样的境界当中 所以它就不会被这些法的幻象所迷惑 好 这些菩萨 它的深深烦恼 奥语寂静 深深就是涅爆生 我们的身体是涅爆生 涅爆生就有所谓分段生时和便意生时 分段生时是见识祸 变意生时就是沉沙无名 到了极多世界 这些菩萨的身体是从莲花里面诞生出来的 它再也就不是捏爆生了 也不是四大血肉之躯了 它可以说是如来的身体 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功德 给它回向的一个金刚拉罗延伸 在这样的身体当中又有它破了我之 进一步破法之 所以它多生多节以来 这种轮回的涅爆生 所具有的那种分段生时便意生时的 那种烦恼都断尽了 那么分段生时便意生时的烦恼断尽 它的正习没有了 连渔习 渔气也都聚尽了 二于聚尽 它就断烦恼断得非常彻底 你比如说阿罗汉破剑尽祸 虽然破了断了正习烦恼 但是它有余洗 就好像这块木头烧了 它也烧成了木炭 但还有木炭 就由于它的余洗 如果菩萨断了 这个木炭也都由于它的火很旺 木炭都没有了 全都烧了灭了 一点习气都没有 你看这些菩萨是这样的一个断德 断烦恼的功德 好 烦恼习气都没有了 所以当人十项忽然的智慧就现前 他听闻本土的 自己国的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声音 包括他到他方世界去听他方佛策 祖佛讲经说法的声音 这些佛都跟他转大乘的 无垢的法轮 是圣生的妙法 听到这些圣生的妙法 这些菩萨们没有一点怀疑 没有一点害怕 心不一句 那我们我执重 烦恼重 听到那些圣生的妙法 我们有怀疑 有害怕 就好像金刚经说的 你这个能够听到金刚经 无事像诸法的空性 这些能够不害怕 那都是在无量诸佛中的善根所致 要么他就害怕了 你看一般的凡夫众生 你跟他讲苦啊 讲无常啊 讲幻化啊 他真的是害怕 你一讲这个 那是什么都没有吗 那他就害怕 他就以为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要执作一个东西 凡夫众生要执作一个东西 那你拨有智慧 圣生法要破一切东西 那他们他就害怕了 那破了之后还要建立一个东西 如果再建立妙语 再建立一个佛跟众生的这种转换的 这种全体的这种转换关系 这种你不断烦恼就得涅槃的 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他就更觉得他很难相信 我肯定断了烦恼才得涅槃 你为什么不断烦恼还能得涅槃 你淫怒吃 这个淫怒吃自信 就是佛性 就是真奴 他一听 他就会怀疑 就会忧据 这些菩萨都不会有怀疑 不会有害怕 而且能够按照 诸佛的这种教士 吃令恒常能够修行大悲心 看来这个修大悲心 是大乘佛法的一个刚礼 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修大悲心 大悲心就是佛心 这种同体的悲心 所以我们敬业行人 虽然我们不能限量地得到这个大悲心 但我们要学习这种大悲的情形 大悲情形 你从鲁家来看 他讲那个素道 其实就是一个大悲心的一个前方便 素道就是棘手过欲物是一人 你的车隐之心 你的仪情性理解 你的要做什么举行动 你也行为造作 要想想对方 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我要怎么样的 而是以众生心为心的 要换一个立场的 而且一切众生跟自己是同体的 于是我们帮助众生应该是无条件的 可以众生就近的安乐 不为自己求一点快乐 那这个大悲心就能够统一切善法的这种纲领 你有这个大悲心才能够驱使你去行菩萨道 你有大悲心就有大菩提心 有大菩提心就能够无量级悍劳人苦的行菩萨道 你行菩萨道最终就能成佛 这些最终都是由大悲心来发起来的 所以这些菩萨你说他有大悲心限量轻振之后 你说虽然极乐世界微妙五成很快乐 但是他会在那里不动吗 有大悲心的菩萨 只要有一个众生还在那轮回 还在受苦 他一定要来帮助 这是法尔自然的 必然要这样做的 这样的大悲心就是能够开启他的如来藏性 开发无量的功德 这种大悲心限界也能得到祖父的赋念加持 所以我们也得要学习这个大悲心 为什么我们要吃素 吃素就是培养我们的大慈悲心的种子 为什么我们要放生 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些慈善的事业 为什么我们要把一切修行的功德给一切众生回向 乃至于每天发现到了极乐世界 还要回到这个世界来救众生 这些都是在培养我们的大悲心 我们先把这个大悲心的披胎 总之先把它培养好 西方极乐世界菩萨能够限量去修行大悲心 我们也随便随地做一点 好 有这个大悲心 它有个特点叫深远微妙 民不否在 深远 只要有众生的地方 这个大悲心就能过去 那么众生无尽 佛国世界无尽 它就能够广批一些地方 那大悲心 它所展示的功能作用 非常的奇妙 非常的细微 所以大悲心一现前 它对一切众生的妇佑 就像乾坤 天地这样的功德一样 天之德 对普天之下 无不覆盖 天要覆盖住 这个地 无不运在一切众生 知于一切树木花卉 那么这个乾 乾坤的覆盖 就是无量光的功能 这种坤卦的厚德窄物的功能 就是无量寿的功能 所以你的大悲心里面 就有无量寿无量光 它的微妙 就是一真法界的体性 一切佛性的傲藏 你把这个微妙的大悲心显发出来 它就能够覆盖 过去现在未来 这个三世 树穷三计 横变十方 十方三世 一些众生 都在你的大悲心的富佑之下 弥不覆盖 这样它就能够就近一寸 这是它所修行的 就是一寸摩和眼的佛法 大乘圆 圆教的佛果 这里就不需要在三本游行 来树立一个化成 直去大乘的佛果 能够就近圆满 由于它的大悲心的力量很大 乃至于无量节以来汗劳人苦 为救一个众生 可以无量节随行六道 这个众生到哪一道 他可以追随到哪一道 就是来救 这个行为 他就能够到达菩提涅槃的彼岸 就不再生死此岸了 这些菩萨 由大悲心 由菩提心就能开发智慧 由这个智慧就能把一切 怀疑之王 我们的疑就像王一样多 那智慧就像利剑 可以把这个王给他粉碎 就是断除怀疑之王 那这样的菩萨智慧 如能断金刚 这不是从外面来灌输进来的 这个菩萨的智慧 是我们内心本具的 等到你有大悲心了 等到你有这个大悲心去修 六度万恨的时候 这个菩萨智慧自然从我们的自信 清净心里面流现出来 所以会由心出 不由外来 不从外来 不由他物 这是大乘佛法 凑凑指点我们当人的 现前的这一念 你从内心去求 那这样的智慧现前之后 对竹佛罗来所说的种种的教法 他都能够明了 都能够种植 都能够圆满地把握住 该多无外 没有一个佛法 能在他的把控之外的 为什么呢 一切法都是心性当中具足的 现在他的大悲心现前了 他的自信清净心 就具足一切佛法的根本 所以由于一心具足 他振到了一心 所以足佛的教法 他都能够种植 都能了达 没有一个佛法 他不了解 该有无外 好 请看下面 智慧如大海 三位如三王 慧光明尽 超于日月 清白之法 具足圆满 幽如雪山 照足功德 等一禁物 幽如大地 尽惠好物 无一心故 幽如尽水 洗除尘牢 足够染故 幽如火王 烧灭一切 烦恼心故 幽如大风 行足世间 无障碍故 幽如虚空 于一切游 无所着故 幽如莲花 于足世间 无染污故 好 请看这一段 这里有二十个比喻 来比喻 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 自证的功德 与化他的德能 这个比喻都很形象 也很深邃 看看首先 第一个比喻是智慧如大海 极乐世界的智慧 就像大海一样 无有边际 大海有深广的意思 有寒障的意思 寒障一些大型的众生 以及无量的珍宝 如大海般的智慧 然后他的三昧 就是得圣身禅地 种种三昧 就像须弥山王 就像一切山最高的 那种如如不动 所以他的无智慧 代表无量光 好 好 感谢观看